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人眼前一亮 武动乾坤改编的网络超高人同名小说 由杨阳、张仙爱、无尊、王立坤领衔主演 从主演的阵容来看就非常吸引人了 再加上知名导演张黎的制作来保驾护航 可以说不同于其他改编网络小说播放的电视剧 从昨晚的剧集画面来看 制作精致度更高 从以往很多仙下起幻剧 被网友们吐槽的五毛特效 到这一部逼真震撼的动作特效 可以说从制作上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 作为男主角杨阳饰演的林洞在剧里是一个平凡少年 他凭借自身的傲骨和热血 将会经历无数艰难险阻 最终蜕变成长为旧式大英雄 在第一集里 杨阳就上演了在格斗场里 和一个比自己身高体型强壮 数倍的格斗是进行生死不斗的打斗戏 从拳拳到肉到你令你打滚 杨阳可以说打得很认真 贴身格斗和拳脚来往一改洋洋往日高冷 学万男神和温柔暖男的形象 变成了用血水汗水和一宁住酒 成了痞子少年林洞 从剧情上看 节奏还是很紧促的 从前两集的剧情来看 基本上就把主线给说清楚了 逻辑上也很严密 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 所以看着还是很带劲的 不过虽然电视剧党看得津津有味 原主党却表示了不满 原来舞动乾坤在网上是一部升级打怪 不断晋级的爽轮 但是在电视剧里改动很大 直接用了小说的大致框架 所以很多小说粉看了电视剧后 都觉得和小说剧情 设定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食言要气聚 但是也有原主党表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